好 昨天跟你請教一下 關於您剛剛提到這個木棒橋白內障 那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情形 那個是在很早以前 就是還沒有眼科專科的時候 他們治療白內障的方式 就是等到你白內障真的很熟很硬的時候 幾乎是熟到這個 眼球中間的那個瞳孔的地方 已經由黑變白了 那種就是所謂的手透的白內障 那他們因為沒有眼科專科 沒有辦法用開刀的方式治療 所以就是用木棒從後腦這樣敲 希望能夠把那個白內障把它敲掉 只要白內障掉下來 即使掉到眼睛裡面 只要它不要擋到你的視線 它就可以視力就可以改善 這個是一個眼球的補面圖 那我們可以把它這個 拿掉上半部以後 我們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這個就是眼球的水晶體 那白內障就是這個水晶體 混濁了 就好像照相機的鏡頭一樣 鏡頭壞掉了 就是要換鏡頭 所以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 把這個白內障 這個壞掉的水晶體 用手術的方式把它清掉 清掉以後再放一個人工的水晶體進去 這樣就可以改善你的視力 那剛剛講的傳統的這個手術的方式的話 就是沿著你的這個黑眼珠 我們這個正面看的話 就是你的黑眼珠 正上方幾乎要剪開180度 才有辦法把這個裡面的這個水晶體 整個把它拿掉 這個是傳統的方式 那現在比較進步的這個超音波的方式的話 它不用剪開你的那個眼睛 它只要在這個旁邊 開一個大概0.3公分左右的小傷口 然後類似大頭針的那個 特殊的儀器 超音波的儀器 伸進去眼睛裡面 然後把那個白內障正碎的吸出來 然後再放軟式的水晶體進去 軟式的水晶體 它也可以折疊成這個 不超過0.3公分的那種碗狀 放進去以後 它自己會撐開來 這樣子就 小傷口就恢復得很快 跟你這個比較要 幾乎要剪開180度 就是相差很多